2016年中国国际跳绳公开赛昨天在贵州省立波县拉开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比赛的开幕式可谓是别开声面 当地的民族特色舞蹈再加上中外选手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跳绳表演 让整个开幕式是充满了活力和青春的气息 本届国际公开赛是中国首次承办国际性的跳绳赛事 共有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56支队伍 共700人报名参加 就在大家看到兴起的时候 又一个外国姑娘突然冲了出来 她就是两届实锦赛冠军来自巴西的威威安 虽说这位女神王的亮相时间只有十几秒 但是这一套连贯的高难度动作足以彰显其超人的记忆 中国的跳绳运动发展得非常快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跳绳运动开展得这么好 看到这里的人这么喜欢跳绳 我很开心 爱跳绳 加油 开幕式只是一个简短的序幕 今天正式进行的比赛才是这些跳绳高手们 真正展示自己的舞台 让我们一起 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